高级灵魂的19个特征,我们所在的地球是一个第三维度的星球,地球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星球,这里有土生土长的地球灵魂,还有许许多多来自其他星球的灵魂。 这些来自其他星球的灵魂分为几种,第一种来自像地球一样第三维度的星球,由于原来的星球,由于各种原因,维度提升或毁灭了,无法让这些灵魂再继续学习了。 所以地球母亲收留了这部分灵魂,这部分灵魂数目非常巨大,甚至不少于地球原生灵魂。 第二种来自更高的第四第五第六维度的灵魂,这部分灵魂主要目的是来帮助地球母亲进行频率提升的,也有较少部分来体验地球上生活的,大概占地球人口的1%,这些灵魂有的来自外星球有的是天使转世等等,由于都是来自高维度所以有一定的共同点,但也略有不同。 这两种来自其他星球或地方的灵魂,无论是高维度还是低维度,有个共同点就是对地球的生活有生存的恐惧,没有安全感是因为这些灵魂,不是土生土长的地球灵魂,在灵魂意识层面他们知道他们的根不在地球,所以对在地球上生存有恐惧。 而地球灵魂在这点上会做得特别好,他们从一出生就很容易融入到家庭和社会中,在社会中获取财富和地位是很简单的事情,因为一切都是很熟悉,就像他们在地球村上已经生活了几十万或上百万年,对这个村庄已经非常熟悉了。 而外来的村民们因为刚刚来到,还在到处熟悉环境求生存,不过地球上的原生灵魂容易,沉醉于地球上的物质生活,忽略灵性的成长因为是见不到摸不着的,并不是物质可见的,所以地球上的灵魂需要多些在灵性上成长,和地球母亲一起前进进入第五次元,老灵魂总会有莫名的吸引力或偶然事件,使其觉醒。 老灵魂会经常受到别人莫名的排挤,因为内在的真实品质使人产生畏惧,我们看看来自高维度灵魂有哪些特征。 一、喜欢奉献和付出,在高维度的星球里无私的爱是主旋律,所以是每个灵魂自动的反应。 二、喜欢光明不喜欢黑暗,喜欢展现自己的阳光的一面,不喜欢自己黑暗的一面,尽量克制自己的不好的思维和行为,所以容易成为一个完美主义者。 这是高维度灵魂需要学习的接纳自己的黑暗面,承认是自己的一部分。 三、做事情理想化追求完美不切实际,在高维度星球由于不受物质世界影响,所以做事情可以不需要考虑物质成本,直接考虑最好的方案和结果。 四、急躁做事情直奔结果不考虑过程,和第三条有点类似,由于在高维度星球不受物质世界影响,任何想法可以马上成为现实。 五、艺术天赋高,喜欢创造,在高维度星球里生存不再是灵魂体验的课题,而每个灵魂考虑的是如何,表达自己和创造新的东西。 六、社会道德感强,不会为了个人利益而牺牲别人,对社会上的不道德的事情容易有批判,认为这种事情怎么会容许出现? 七、在高维度星球里由于只有无私的爱的存在,灵魂的自律性非常强,所以对地球社会发生的,不道德事情很多时候无法理解。 七、喜欢想象行动力不强,在高维度星球里想象到的东西会很快实现,甚至马上实现是不需要行动的。 八、喜欢宁静顺其自然的生活,在高维度星球里由于生存不是体验的课题,灵魂是不会考虑生存问题,也就没有了生存的压力,社会稳定性会很强。 九、纯静的心灵和外表天真单纯,来自高维度的灵魂会有纯静的心灵和外表,由于在高维度的社会里只有无私的爱和奉献,没有勾心斗角互相争斗,所以他们会给别人不食人间烟火特别纯净的感觉,特别天真,想事情单纯,特别有爱心,像个孩子。 十、无法自私,来自高维度的灵魂由于只求奉献与付出,他们知道无私就是最大的自私,所以他们无法自私经常会在地球上很吃亏,不会保护自己,在地球学会有时候自私也是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这是高维度灵魂在地球上的一个课题。 十一,无法接纳他人的给予,来自高维度灵魂在灵魂层面,知道自己的丰盛与富足的,所以在地球上他们总不愿意接纳别人的给予,会不好意思总担心自己是匮乏的,他们更倾向于无限的付出和给予他人,乃至于把自己榨干,所以接受他人的给予,也是高维度灵魂在地球上学习的课题,接受与给予是同一回事。 十二,种灵性轻物质,由于来自更高的维度灵魂知道灵性的重要性,而物质只是灵性的提升的一种呈现,所以高维度灵魂会更容易看到,物质世界背后的灵性运作法则。 十三,有使命感比起其他灵魂,高维度灵魂不太喜欢过于物质的生活,他们会在生活中总觉得还有其他事情要去完成,部分灵魂还没找到使命的时候会倾向做社会义工,为社会服务精神,找到使命的灵魂会把自己完全,奉献在地球上, 传递爱与光的使命中。 十四,重视生态环保保护地球,来自高维度的灵魂知道为整个,星球社会着想是最基本的事情,所以高维度灵魂是无法理解,地球上许多自私破坏地球的行为,他们认为这是目光短浅,非常愚蠢的行为。 十五,热爱和平和谐,害怕冲突,在高维度星球人与人之间,和谐共处是最基本的事情,所以高维度的灵魂是非常重视和平与和谐,冲突的时候,他们总是愿意站出来。 十六,高维度的灵魂,由于灵性很高,所以物性非常高,学习能力和理解能力非常强,总是能够很容易地领悟到。 事物背后的宇宙真理和真相,也知道万物为一,他们总是会不加入任何宗教,因为他们清楚任何宗教讲的内容,都是来自于宇宙的真理和真相,那么所谓的宗教也最终也是要合一的,同时他们的洞察力非常强,能够直接透过幻象看到本质。 十七,心电感应能力强,不喜欢表达知觉力强,这些灵魂很多时候不喜欢说话,甚至喉咙会卡住,在地球上生活的时候没有领悟到这点的灵魂,来自高维度的灵魂在原来的,世界里是不需要用语言来表达的,而是用心电感应来进行交流。 所以是以为自己的想法别人能够知道或者理解,或者自己不表达的时候也希望得到别人的理解,但总是会很失望,特别是来自高维度灵魂的孩子,但也有优势就是这些灵魂总是能直接感受到对方表达时内心的动机和情绪,所以他们是很难被欺骗的。 两个来自高维度的灵魂可以,不通过语言的交流就可以很好的沟通,就是心有灵犀会很有默契。 十八,对宇宙和地外文明,外星人充满兴趣,来自外星的高维度灵魂会对宇宙充满兴趣,对UFO外星人,他们都会认为这些是存在的,和地球上其他人不同的是,他们渴望见到UFO外星人,甚至渴望有一天UFO,外星人会来接他们回家。 十九,高维度的灵魂在很小的时候,就会思考一些有关于生命的问题,还会时常仰望星空有种神秘的吸引力。 高维度灵魂往往是孤独的,总是觉得与这个世界有一种疏离感,很想融入这个世界但又不知如何融入,会在痛苦和沮丧中慢慢长大。 高维度灵魂和地球,大自然有种内在的连接感,看到有人在做伤害地球和大自然的事情时,就像在伤害自己一样包括动物。 高维度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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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维度灵魂